刮弧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Key上去 當然你也可以用再插入函數的方法 不過我覺得太複雜了 你不如就直接把NT函數打上去 然後前刮弧之後再後面再加個後刮弧 你會發現怎麼樣 本來1.58對不對 它變成多少 變成1而已 就是說 NT函數主要是怎麼樣 把小數點去掉 無條件捨去 按個確定之後就OK了 但是如果你下下填滿的話 會怎麼樣呢 會有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基本上我們再回頭 回來看一下 點一下再插入函數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向下填滿不OK呢 主要是C1這個位置一定要怎麼樣 鎖定 因為在Excel裡面你只要向下填滿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向下會增加什麼 列 也就是說本來在第三列到第四列 它就幫你加1 所以C1會變成C2 C3 C4 C5 所以你要把這個1給鎖起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它鎖 鎖起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一個F4 不過特別稍微講一下 因為以往一般老師就直接按F4就好了 但是特別注意 按F4前後都有DALS符號 那C的話指的是藍 E的話指的是列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鎖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鎖 鎖一個就可以了 鎖哪一個呢 其實只要鎖1就可以了 因為向下 這個後面這個叫列 列會增加 所以你在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的話 它就不會增加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C前面有沒有加DALS 一點都沒有影響 OK 對不對 那如果我再改一下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再點點擊 或者是直接插入函數 再重新 把這個DALS符號把它delete掉有沒有 沒有鎖 按確定 再往下 有沒有影響 一點都沒有影響 因為其實主要 這個DALS符號是鎖定 那有沒有增加 比如說列或藍 OK 那這裡的話是REPD的這個函數練習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最後結果是加一個INT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